哈囉 大家好 看到這面牆空的知道代表什麼嗎 沒錯 今年度新的車款已經到我們店了 是哪一款呢 就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影片吧 請訂閱 每次 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介紹 engine 11 牌子 那這個牌子呢 大家對它一定先有一個問題 它到底是韓國的牌子 還是美國的牌子 它們的主力人叫Karen 它其實在他18歲的時候 他就到美國,就移居到美國 所以他在美國創立這個品牌 所以NGUnit F他其實是一個美國的品牌 其實在這兩三年間 應該三,我覺得應該是四五年了 其實他還算蠻活躍的 就是在單速車一直往下跌的時候 其實他還是有保持在一個水準上面 所以尤其是在這兩年 在大家都沒什麼消息的情況之下 他們還是有持續的在推出他們的新產品 或是像在韓國舉辦的King of Trek這一系列的活動 他們算是幹得非常好 好,那就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 我們今天就是要幫大家介紹Vortex 還有Quaddy跟Sprinter 這三個NGUnit F推出的鋁車系列 那比較出界的部分是Vortex 那Vortex這一個款式 我覺得他蠻適合入門的新手 怎麼說呢? Vortex這台車的材質 他是使用6061的鋁材 然後是雙抽管 重量在1580克左右 車價齁 然後前叉他是使用半炭的前叉 然後重量在530克左右 加起來差不多是2000多克 大概就兩公斤 對於一台旅車來說 他不算太輕也不算太重 OK還可以接受 那他今年的塗裝是跟2019年有蠻大的分隔 但是跟2018年的是很相似 基本上一樣就換個一個配色 那這個塗裝其實2018年我還蠻有印象的 就是黃紅亮配的那個 綠色配的蠻好看的 還有一台紫色的也配的不錯 那今年度他的色系是種比較 咖啡色就是大地色系的感覺 我覺得也蠻不錯 那有一個我叫跳的是Sky Blue 然後我對於這款的塗裝比較有印象的地方 它在立管跟下管的部分都有一些網格 如果你有搭到這些細節 搭到這些顏色的話 配起來我覺得它算是蠻有特色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入門的玩家 或是你想要選一台旅車來當入門的話 Vortex是你一個不錯的口袋名單 不過要特別注意的是 它的前叉只支援到25C 所以如果你想要換寬胎 比如說你想要換28C或32C的人 你就沒辦法用這隻車 或者你就是要選換另外一個前叉 不過它的塗裝是一體的 我覺得換前叉就沒那麼好看了 第二款呢 Secret D 它是用6069 是三抽 然後一樣有做熱處理 那6069相比於6061有什麼差別呢 6069的材質 它在各項的強度測試中 都有更好的表現幣 6061更強一些啦 這架的重量是1490克 然後全戰前叉的部分是390克 兩個加起來差不多是1700-1800克 整體來說還算蠻輕柔 如果你是要考慮輕量化的人 Cret D 會是你不錯的一個選擇 因為它在這個價格區間 我覺得算是蠻強勢的 然後它今年的塗裝呢 也是使用色塊 那跟去年的色塊有點不太一樣 今年的兩個顏色我覺得都非常好看 一個是白色配藍色跟紅色 配起來會非常的亮眼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黑色橘色跟灰色跟咖啡色 這款也很好看 我覺得它接頭感也蠻重的 所以Cret D這兩款 在今年度我覺得都是很強勢 應該會蠻多人組的 Engine 11常常拿這個車款 來跟別人做聯名 譬如說像之前的那個Hunter Brother 他們出的那個刺青的款式 或是今年度的IRD 都是使用這個車架 就是他們會利用這個車架 跟別的品牌做一個聯名 然後他們之後在這個9月10月 會有一個很不錯的聯名 大家盡情期待一下 絕對會嚇你一跳 Cret D這個車款 其實在它公網上面 它有一個數據 它就是顯示它可能可以適合 像MINI DRUM 或者是繞圈賽 或者是一般的URBAN使用 那它的在這三項的評分 Engine 11給它的評分是最高的 就是URBAN的部分有四顆星 然後那個MINI DRUM的好像也有四顆 然後繞圈賽的有五顆 評分是這個三個系列裡面最高的 所以我猜Engine 11對這款 應該也算是還蠻滿意的 剛剛問題講 它的胎關支援到28C 所以整體的數值來講 我覺得它的泛用性是比較高的 就是你可能可以練招 你可能可以騎塊幹嘛的 這台車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而且又算了 最後一款就是他們的旗艦款 Sprinter這個款式 它其實是使用7005的材質 就是我們講的航太鋁料 那它的重量其實跟Creddy一樣 是1490車價的部分 前插也是390克 也是使用全攤的前插 Creddy跟Sprinter 它們都是使用比較粗的頭管 然後下完組是外露式的 我們在過彎的表現 應該是比較穩定一些一些 因為比較粗比較穩 那其實2019年的時候 他們這個Sprinter 是做了一個蠻大的改款 大家如果有關注Engine 11的話 你發現它2018年之前的這款的Sprinter 跟現在這個Sprinter 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現在這個Sprinter它改了蠻多地方 我覺得它的辨識性變得非常高 一台車全部去膝之後 你還看得出 這台車是什麼品牌的車價 這個叫做辨識性很高 它的辨識性高在哪裡了 第一個是它的下管 是使用空氣力學的那種 刀型的下管 它是比較像長方形的 比較特別 應該算是他們自己開的一個版 上插的部分也是比較細一點點 很棒的地方就是 通常旅車的頭標都是用可能水標 那它是用一個頭排 全出力的感覺 跟亞洲的一個感覺 有結合到 然後它的字體也很好看 所以Sprinter這個車款 論塗裝 或者是論它的設計 還是它的材質等等 我覺得它都 配名符其實的 就是當作的一個旗艦款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那整體的售價我覺得也還蠻合理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換一台車 就是你不想再換車 我覺得Sprinter就是一個你很好的選擇 以上就是我們今年度Engine 11的新系列 然後我們接下來也會持續在網拍上架 我們的整車系列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關注一下我們的網拍吧 蝦皮露天都有 OK 然後我們今天一樣會抽出一樣 Engine 11的小獎品 只要你在我們的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喜歡2020的哪一個系列 要留全名喔 你就有資格可以抽到這個 很帥的Engine 11出的15號版首喔 後面還有一個卡里卡里 OK 那記得留言喔 我們在下禮拜的10點半 我們開始播抽 好不好 那就 下禮拜見啦 最近有非常多企劃喔 關注一下 掰掰 Garrison Lane For these kind of bags You gonna need a crank I remember coming up from Memphis in the trenches Garrison Lane Garrison Lane Garrison Lane